立后 立后 驾 驾 陛下 残遇来信了 陈平 念念 好 大汉皇帝陛下 白登山一战 拾出无奈耳 有惊动冒犯之处 还请陛下海涵 禅于我愿以陛下通力合围 共见凶悍友好 匈奴大臣于莫独 陈平 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 若没有你在燕之面前耍的阴谋 朕的阳谋 也难以成功啊 陛下过强啊 汉廷的官员 请出示名次 好 在这里等着 大人请 出人便是 陆甲 一来潘雨 有何贵干 陆甲前来 一位游山玩水 二来拜望大王 你我素昧平生 何谈拜望啊 大王不识我 我却认识大王久已啊 我们认识 还久已 来前我曾去过大王中原的家乡 大王父母的祖坟平安晚好 没想到我见到我见到的大王 却连祖宗都忘了 不记腰带乱戴帽子 甘愿在这海边潮湿的僻壤裸国 乘威称王 与当今的天子对抗 放肆 何来福如 竟敢出言不讯 来啊 慢 待我把话说完 要杀要寡 任由大王 有话就快说 听着 当年前情 磕正如虎 众豪杰纷纷起誓 汉王以其文治武功 巴蜀起兵 名修战道 暗斗陈仓 先入关中 占据咸阳 号令天下黎民 征服各路英雄 因为佩服汉王的英明贤党 连西楚霸王项羽的诸侯们 也纷纷归顺了他 直至逼得楚霸王乌江自吻 统一中原建立大汉 五年来 黎民百姓是安居乐业 等等 你说项羽是在乌江自吻的 大汉国 已经建立五年了 我赵佛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这也不怪大王 路途遥远 车马难行 大王又只顾 天安异语称王 不闻天下大事啊 那好 你进入 汉皇陛下听说你 在南越自称皇帝 并扬言要攻打长沙国 汉庭大将纷纷请英前来讨伐 是当今天子连续黎民百姓刚刚脱了一战乱之苦 又连续你本是中原人 五年来偏安于此 闭目色听 所以才派遣老臣前来授予你 郡王之印 互通使节 等等 汉皇 要封我为王 封我为大汉的王 对 可我是南越王啊 南越的皇帝啊 但是我说了算 你可以不受啊 那大汉就要先掘你的祖坟 诛你的宗族 而后再派遣大军攻下你这小小的南越 这有什么不敢的呀 连西楚霸王项羽都如一只丧家之犬 自吻乌江 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兆驼呀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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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陆甲既然敢来 就不怕面对你的刀枪呢 好 哼 好 我先不杀 来人 把他全身扒光 拖下去 有冷水 给他冲出来 是 走 找驼呀 找驼 怪我高看了你 快 哈哈哈哈 哼 他高看了 难道 他是讥笑我的肚量 和谋略 来人 来人 把冲过梁那个酸乳给我拖上来 给他穿上裤子 我可不想看到他那玩意儿 哎 哎 哼 怎么样 我南越的凉水还算可以吧 哈哈哈哈 哼 可惜啊这是深冬 要是在盛夏 我南越的太阳 那才叫够劲儿呢 明白 我陆甲明白了 哦 你明白什么 就是这南岳的骄阳 才把你晒得昏昏乎乎 你说你高看我 就是说我昏庸 难道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你 你可以杀我 杀了我 也就断了你的回乡之路 你要明白 你本是中原人 炎黄子孙 你要敢割裂祖先的疆土 祖宗都饶不了你 这么说 是我赵佗冒犯了陆大人哪 来人 快快 给陆大夫穿上官服 本王 我居越地多年 不知中原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大事 说心里话 我也想回老家去 祭拜父母 探望兄妹呀 啊 这好说 只要大王归顺大汉 并定时纳贡朝拜 大汉随时都欢迎大王返乡醒亲 并与王侯待之 王侯 北伐匈奴 朕备为七天七夜 此次陈平冠英凡快 护驾入宫 陆甲 以三寸巧舌 抵御百万之师 说服了南岳 朕各赏博十匹 黄金白两 谢主龙恩 免礼平身 提罪臣留邪 带国为大漠之鞭 乃边关要地 这才派精兵强将再次驻守 可大王留喜面对来犯徒兵 却弃脱而逃 为朕我大汉刚迹 着斩 陛下 弃奏陛下 大王留喜常于管地 不安用兵 虽弃国而逃 罪不可赦 可若死守 也是于事无补啊 臣请 免他一死 陛下 请免留喜一死 众卿一致求情 是否是看在 大王乃阵手足的份上啊 大汉朝律昭彰 皇室犯法 与民同罪 立斩无赦 陛下 臣 求求你了 陛下 臣以为朝纲赫赫 任何人不可为啊 可北部戍边之韩王燕王 在匈奴的强攻下 就已叛国投敌 而大王明知弃边投国是死罪 却还是返回汉庭 与那卖国投敌之类相比 岂不该从今发落 臣启奏陛下 可将留喜免去王位 降为侯爵 陛下 丞相所言极是 既然如此 就免留喜一死 不得 我还得感谢你呀 要不是当年 你让我受胯下之辱 哪有我寒信这日后的一切 楚王 你可凶杀小人啊 孝儿 曾经让楚王蒙受齐齿大炉 今日楚王就是要杀要割 小人都甘愿领受啊 言仲啊 我这次让你来长安 一是想和你饮酒 二是想让你和你的家仆一起 帮我一个忙 肖儿知道 楚王念旧重义 当年你依锦还乡 不仅不记恨我这粗痞事情的小人 还让我做了寻城捕贼的中卫武官 你是大人大义啊 如今你被迫来到长安 我就不干了一个差事了 我专为楚王你干 你说让小人干什么吧 夫人在长安水土不服 总得病 我想把她送回老家去 楚王 您放心 就是我肖儿掉了脑袋 也绝不让夫人在路上有一丁点闪失 你 没有让我失望 倒是我让父老乡亲失望了 当年屡见战功出尽风头的韩信 卢今却成了一个走也走不了 留也留不住的阶下囚 这刘邦 他怎么就没死在白灯山哪 要是那样 楚王 你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好 元儿拜见父皇 母后 免礼 元儿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父皇得了长孙 元儿怎能不为父皇高兴呢 好 朕得了大皇孙 你怎么不告诉朕呢 齐王刘肥派世辰来报 说喜得义子 望陛下给孙儿赐名呢 这名字是得由朕来取 朕看就给我们的大皇孙取名香 香者 朱也 我大汉又多了一根洞梁 好名字 你以为朕只会打仗吗 臣妾不敢 陛下的歌唱基柱 还不是样样让人梳打拇指 这话朕爱听 日子过得真快啊 一转眼大哥已经生儿子了 是啊 我们的元儿 不也长成大姑娘了吗 颜儿 看父皇从匈奴给你 带了什么礼物了 来 这叫胡家 吹起来特别的好听 来 试一下 谢父皇 喜欢吗 喜欢 看来你父皇还是最疼我们元儿的 看到你们父女俩这样 我这心里头就 怎么 心里不舒服了 别提多高兴了 陛下 元儿也不想了 我看他跟赵王张敖是天作之合 不如把元儿就 元儿 你先去偏殿 好的 父皇 好 你说起此事 朕也正想跟你商量一下 元儿的婚事 匈奴现在是越来越强悍了 他们已经吞并了东湖 大若芝等一些部落 从东北到西北已连成一片 朕这次禁教白登山 他竟围了朕 七天七夜 死了不少兵马 朕也差点下了山 现在大汉初见 我们需要休养生息啊 与匈奴还是和睦相处为好 知道也是 可 这与元儿的婚事有何相干呢 朕想与匈奴和亲 陛下 想怎么和 朕想把元儿 嫁给莫都 把鲁元嫁给莫都 嗯 他 他 他可是咱们的亲生骨肉 正因为元儿是我的亲骨肉 将他嫁过去 才能够稳住那个木徒 如果他们两个生了孩子 那就是我们的亲骨肉啊 这仗不就打不起来了吗 稳住我毒 就拿咱们的亲生骨肉 把狼嘴里舔吗 放肆 陛下 为人帝 为国母者 本应不同于常人 我们就是要事事 以江山社稷为重 你是经过风浪的国母 怎么能只有妇人之人 而无国母之人呢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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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后 你们一个为弟 一个为后 一个要帝王之人 一个要国母之人 可元儿 元儿是什么 元儿只是你们送来送去的礼物 大胆 父皇当年被项羽追杀时 已经要把我和银儿揣下车去 是为了争天下 如今 先要把我驾赵王 后要把我送莫毒 就是为了更好的做殿下 元儿 元儿 来 七姐 嗯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这叫一花接木啊 哦 一花接 一花接木 这么容易的遗迹 朕居然没有想起来 七姐 你这花接得好啊 陛下 你在高兴什么呀 来人 传皇后 陛下 陛下是一大早叫臣妾来 陛下是一大早叫臣妾来 是要臣妾打点元儿上路吗 元儿 上什么路啊 不是末度的时辰 明日就要来接元儿吗 哈哈哈哈 陛下为什么还笑 陛下 亏你跟了朕这么多年 你以为这点小事 就能难到朕吗 那 朕想好了 我们的女儿 是一定要嫁给赵王的 那和亲的是 亲也是要和的 不过不是我们的女儿 朕另有安排 陛下 陛下 谢陛下 要谢就谢七姬 这主意是她想出来的 她说末度 既然不认识人 就找一个相貌美丽 身材相当的宫女做替身 这叫移花接木 这个七姬啊 可真是贤惠聪明 你啊 以后要对人家好一点 陛下想得真是周到 陛下刚从北疆返回 一路上辛苦了 就让臣妾给陛下洗洗脚吧 啊 这大清早的洗什么脚啊 陛下难道忘了吗 当年在沛宣 早中晚 陛下一日要洗三次脚呢 嗯 朕 是喜欢洗脚 一天要洗三次 啊 哈哈 来人哪 给陛下 背洗脚水 陛下 这水怎么这么凉啊 陛下当年在沛县洗脚的时候 那水比这儿还凉呢 现在水这么热还嫌凉 陛下 哎呀 这哪儿是洗脚啊 一点儿都不舒服 来人 朕要洗脚 诺 先下去吧 陛下 陛下 告他 哎呀 叫七级来 诺 皇后 阴河落泪 二哥 我没什么 少跟陛下说几句吧 他累了 好 律师之叩见陛下 南军统领 你来这寝宫干什么 是韩信 韩信怎么来 他趁陛下被以伐之机 纵马狂齿 杀了我们派去监视他的士兵 还招来当年给他胯下之辱的怀音无赖 纵酒银歌 谁让你们监视他的 糊涂 陛下 这明明是寻衅陛下 都是些小事 由他去吧 陛下 下去 来 好 这 凤 妾儿 妾儿 妾儿要走了 父皇母后要多多保重 跟赵王好好过日子吧 朕绝不会再让朕的女儿受半点委屈 妾儿 还不谢过父皇 谢父皇 好了 免了 免了 序元公主 这是我从魏国带来的 我母亲说这是女儿玉 只传女儿 不传儿子 你是伯娘娘看着长大的 今天你就要出嫁了 就把她带上吧 这块玉是通人的 能保你平安 谢婆娘娘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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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来晚了 姐姐 姐姐 你这一去赵国 就 就剩下营帝一个人 也没有了 我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了 当中如此事态 这么懦弱 这么藏不住事 你今后还怎么当我 大汉天下的一代君王 父皇不懂 不懂 你根本不看重 我们姐弟之间的感情 你根本我也 meetings 要想着回来 起舆 起舆 出来 church 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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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样的 黑头 让上 让上 好 外将来了 谁是外将啊 好样的 让上 让上 上啊 上啊 上 好 就这么摇 左成仙 你这黑头啊 真是斗不倒的英雄 那当然了 那你这黑头要多少钱啊 我 我拿一匹马换 行吗 一匹马 你们哪 就别白日做梦了 我告诉你们 我这黑头宝贝 你们拿金山 银山都不换 也有我每天除了上朝就是下朝 就这么点乐嘛 要是没了他 还不得把我憋死啊 你们就是说到第二天天亮 老子也不会放我这黑头宝贝 太上皇到 下下下 快快 黑头给我 太上皇来了 太上皇来了 我可是不跟他斗啊 要是斗赢了 他不高兴 要是斗输了 我我我我 我得走喽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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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呢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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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 放开啊 这个放快 还是怕我这大芦花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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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快走啦 谁敢跟我的大卢花斗啊 这就是伯夫人的通光殿 多谢 姐 赵 赵弟 姐 赵弟 让姐姐看看你 姐 赵弟 你是从老家来 还是从魏国来 不不 现在魏国已经是河南郡了 从河南郡来 自从魏王报备金 我这个管马场的太不令 就给大汉的河南郡干差事了 姐 我 我惹你伤心了 没什么 没什么 那都是过去的事 对了 赵弟 你还在管马场吗 是的 不过 比姐姐在魏国当王后的时候 差远了 那时候我是国舅爷 人人见到我都满脸对笑 可现在 这就是命啊 这就是命啊 赵弟啊 你来长安 是专看姐姐 还是想谋份差事 挪个地方 赵弟啊 你要是有什么想法 伯夫人 皇后柴小人送来烤羊腿 和鸿门入心各一单 说是特意为娘娘的弟弟准备的 谢皇后娘娘 我招谢皇后娘娘候上 皇后娘娘还嘱咐小人 问问娘娘的弟弟爱吃什么 明天中午换样新的 皇后娘娘对伯基家人如此关照 伯基深感不安 请回禀皇后娘娘 伯基出自平常人家 吃什么都行 伯基的弟弟也不需要特别的关照 伯基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了 知道了 小人告退 赵帝 你这次来长安 你是个聪明人 姐 我明天就会咱老家无限 等着去 等着 等什么 等什么 姐姐自然心里明白 我等你的横尔去当王的那一天 我等他 有些事情啊 你不该想的就别想 不该说的 你千万别说 嗯 我知道 弟弟回无限 先给咱们父母的坟 填填土 除除草 过几天安静的日子 赵帝啊 你要记住 别总是怀才不遇的样子 心呢 要放大一些 欲望呢 要放小一些 这样 别人好过 你自己也好过 来 戴上 哎呀 这个手镯呀 是陆甲从南岳带回来的 嗯 是赵佗请她献给朕的 你戴上她可真是太漂亮了 嗯 谢谢陛下 哎 只要你喜欢 陛下 皇后娘娘有急事求见 她怎么偏在这个时候来见朕呢 让她进来吧 诺 臣妾叩见陛下 免礼 你又有什么事要见朕呢 臣妾有事 要单独向陛下禀报 臣妾告退 臣妾 臣妾 太长皇不行了 嘴里一直喊着三二三二的 他昨天去斗鸡台玩不是 还好好的吗 走 衡儿 你怎么了 嘴缺得那么高啊 木剑 我不想学骑马了 三哥马骑得那么好 马跑着 他能跳到马背上 马窜着 他能贴到马肚子上 我太笨了 不行 谁说我们衡儿笨呢 我看哪 我们衡儿最聪明 衡儿 你不是总说想见舅舅吗 这就是舅舅啊 他最懂马了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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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以前做个太谱令 嗯 专门去马刮马 走 舅舅教你骑马去 好 来 哎 哎 哎 坐稳了 驾驾 走喽 哈哈 三儿啊 你大哥子的早啊 大嫂家里又穷 我记得 你带着萧和 曹森 曹森 舅舅 舅舅 和樊坏 去喝粥 你大嫂用锅铲 刮锅底 将你们轰走了 弄得你十分难堪呢 三儿 这事过去好多年了 别再记这个仇了 你大嫂这些年 也不容易呀 啊 我想 你是为皇帝 应该有这个毒量 他太不厚道了 好 父亲 你放心 孩儿啊 汇丰侄儿 做个什么猴蛋 舅舅 舅舅 刮羹猴吧 什么猴 刮羹猴 啊 啊 行了 行了 封了猴就行 甭管他叫什么猴了 哎呀 最是我不放心的 是你二哥流喜啊 他从代国逃回来 做了大牢 代国也不能让一姓人 去做王 你看 刘喜之子 刘碧如何啊 啊 还有你那远方的堂弟 刘测如何啊 我看啊 就让三皇子刘如意去嘛 这儿子总比侄子亲 是 带国是边疆 匈奴人又常来骚扰 又穷 朕担心如意 他太嫩了 吃不了这苦啊 让我侄子吕强去当代王吧 他现在正好在代国庭尉府 不行 他根本就不是个当王的量 一身的毛病 那就让刘璐去 我听二哥说 刘璐现在懂事多了 算了 既然你不想让如意去 我看就让刘碧和刘泽去吧 太上皇 刘璐两姓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这你 包 陛下 好啊 好你个臣心 你有种 三儿啊 你为何要发脾气啊 好 父亲 没事的 你歇息吧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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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骑马骑得真厉害 救救骑得真厉害 比三哥还厉害 被说忍树 救救跟你说啊 骂是通人性的 只要你能够真心点对她 越是列骂 越听话 你啊 你要先爱抚她 那就这样摸摸她 然后啊 跟她说话 要把她当成最好的朋友 就这样 舅舅 人还可以和马说话吗 当然了 马是能听懂你要跟他说的话的 日子长了 你也能听懂马要跟你说的话 真的 三哥骑马骑得那么好 是不是他就会跟马说话呀 别管别人 以后啊 舅舅教你怎么跟马说话 来 昊儿 上来 好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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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疼了吧 没有 别怕 更不要生气 开始跟你闹着玩的 我们舅舅可是要跟你做朋友的 好 你可不能再摔他了 听到没有 来 昊儿 上吧 嗯 来 走 腰要挺直 双腿加紧 双手握紧僵手 好 很好 就这样 驾 我是会骑马喽 好 注意身体跟着马的频率走 过来 双手握紧 驾 驾 驾 好 很好 就这样